开办接近27年的俏英教育Brilliant Education前线结业 校方日前宣已完成历史任务 其校午间补习中心及时关闭 是导致超过500个家长及学生受影响 有人更暴冲损近4万元学费 海关昨日一日拘捕一名50岁的连锁教 中心负责人兼公司董事 他涉嫌于预售课程时 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 违反商品说明 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 第一组指挥官曾凯婷表示 涉案教育中心于7月有销售课程 公司宣布结业后负责人无适合的后安排 海关专责对武力及进行联络举报人 发预缴试课程涉及最高金额为5万元 而涉事教育新过往有欠租情况 欠租非近日发生的事 相信 狱中心在不能继续营运的情况下 继续接受狱试课程付款 故昨日拘捕一名50岁女董事 他现证扣留调查 将寻教育中心结业前营运及财政状 做调查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海关版权及商标 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科监督方冠亭一旨 截 今日2日中午12时 海关接获310宗举报 总金额涉及251万 而预缴金额最高的一宗为5万元 有家长为两名 女预缴一年学费 他透露今次事件是商品说明 历程历以来涉及金额和举报数字是最大宗 教育中心提供课程由幼稚园K1至K3程度 小学集出全科或专科范围 大高中DSC课程 亦涉暑期课程中 分校包括康怡、柴湾、烧鸡湾和文田及小溪湾 校 上月29日在各校贴出结业告示 称已完成历史任 未有详细交代原因 告示列明家长需于8月5日下50前 将地址发送向指示手机号码或电邮 以便校送回学生资料 于时不做处理 事件引起家长 住 有家长在社交平台称已付了学费 但没堂上 未能联络学校的负责人 正于社交平台组织群追讨 亦有教师声称遭脱梁 多间补习学校在社平台表示 愿意免费提供课程与受影响学生报 海关及销委会表示 就有关事件分别接获219宗及63 举报涉及金额约为183万元及66万元 政府发言人在似乎与其他已购买相关服务的消费者 尽快连海关销委会相关新闻 星岛申诉亡日前取得毒影片 指中心结业前一天 幸藤负负责人曾现身小 欢笑社 当时他面对家长违攻及质行时不断卖 扬言有破产 甚至入狱的心理准备 而他亦宣称 找白武士入股拯救公司 至于合作多年的i-level与翘 终止合作 负责人亦宣称会另觅其他教育机构 似狠有心继续营运 未料事隔一天 翘应便宣告 现结业 星岛头条u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 浏览更精彩内容